选战倒数还要看到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前往这蓝营的铁票区文山区 第二次参加获选人陈时中的庙口开奖活动 在致辞时大赞陈时中 要让台北市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 还开玩笑说 我如果不做总统 我就去做你的青年局局长跟国际局局长 这总统连日替陈时中震台 也坦言首都的选情 非常焦灼 幽默大战陈时中要让台北成为国际级大都市 即10月26号出席庙口开奖 短短一周四度合体诚实中 甚至现场脱稿演出 只剩下20几天 真的这一次的选举非常的激战 是不是可以让总统拜托一下 我们都去拉票好不好 好 我既然是总统我就告诉你们 也下令给你们一人十票 这样好吗 好 这个12号比选纪的消息 没有出来过 市场的选纪 这次是第一次出来 第一次出来就好把三楼来 三楼有准没来 总统强力拉台之下 中国绿营票源似乎回归 蒋旺旺最新民调一百分之三十七 稳居第一 陈时中百分之二十七 爬回第二 和蒋旺旺差距缩小到十个百分点 黄珊珊则调到二成一 选战最后冲刺 首都选情持续缠斗 总统亲自出马 要催出最多选票 介绍人员叫国风 也算真是